前一段时间有位粉丝说 想要看这副作品的水彩教程 没有问题 安排 首先我们可以涂手 或者是用尺子先画出一条地平线 然后再去勾出丛林的一个基本的形状 那么注意在画树的时候 要让它有高有矮有大有小 然后我们需要用清水 先在天空的地方打一个底 然后我们要从最浅的黄色开始画起 中间的位置因为有太阳 它的颜色要更浅一点 所以你可以拿一张纸巾来沾一下 把多余的黄色吸走之后呢 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浅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个天蓝色 让天蓝色和黄色去衔接 那么黄色遇到蓝色 它会有一点点发绿 所以两个颜色衔接的地方 如果你发现有一点点淡淡的绿色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橙色加一点点红色 随机的去把它铺在天空的任意位置都可以 可以尽量的去控制一下它的形状 让它看起来更像云一样 靠近上面的位置可以画一些紫色的云 这样子的话呢 云层的颜色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接下来你可以用黄色再去把海面打一个底 其实最一开始画天空的黄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带着把海面画一下 我最一开始忘了 等到黄色亮干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扁平的笔刷 用深蓝色在水面上干扫一下 那比如说我在画左边的海面的时候呢 你就要从左往右面去扫 如果你要画右边的海面的话呢 你就要从右往左边去扫 那注意这个时候你调和的颜料呢 不能够太湿 水分不能够太大 否则呢是做不出来这种干扫的质感的 当然也不能太干啊 要不然的话呢 颜色是没有办法涂到纸上面去的 我建议你可以先来找一张练习纸 先试一下色 这样子的话呢会更稳妥一点 那要注意中间的地方一定要空出来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画出来太阳在水面上面的反光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用深棕色 然后找一只稍微开叉一点点的笔刷 轻轻的先去把树叶上面的质感先点出来 那注意树丛的上面呢 你要用点的方法去做 因为这样子呢 更容易画出树丛的激励感 下面的话就无所谓了啊 你就轻轻的去涂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随便用一张纸 把天空的部分挡住 然后用黄艳色的水彩颜料或者是丙系颜料 弹一些点点在水面上 做出一种波光淋淋的感觉 再用丙系或者是水彩画出太阳 最后再用非常细的勾线笔去画出大雁 那么如果你觉得勾线笔很难控制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普通的黑色碳素笔去画 当然效果肯定是没有勾线笔灵活生动的啊 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够做好控笔 最后再把胶带由力朝外撕开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作品就完成咯 你学会了吗 记得交作业哦 因为 scenes里 cũ 9 gracious 钢子 钢子